注意看,这个巴士司机竟然在开车时打起了小气 恰巧这时路过事故多发区 下面就是万丈悬崖 巴士失去方向擦的山体依旧前行 司机被惊醒后猛然打转方向盘 可最终巴士失控 巴士上的百事号人跟着坠入崖底 画面一转 此时眼前这个名叫本田的男人正在吃饭 电视上正在播报的这起巴士失控 本田彻底懵了 因为他的妻子和女儿 今天恰巧乘坐的这辆巴士回老家记住 本田火机火聊的赶到医院 可目前妻子和女儿的情况都不容乐观 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就在此时 护士发现本田的妻子出现了心事仙产 这代表着她的性命即将达到尽头 本田紧抱着妻子鼓励她一定要挺住 可妻子已经一时模糊 嘴里一直念叨着女儿小美的名字 本田和医生将女儿小美的床和她拉紧 她紧紧握着女儿的手 遗憾地撒手人环 惊奇的是妻子刚走 女儿竟然像没事人一样醒了过来 这本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可令本田没想到的是 醒来的女儿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叫她的名字 还一直不断地强调自己是她的妻子之子 这对本田来说无疑又是一场打击 妻子却是女儿傻了 可直到女儿说出 她和妻子第一次约会打扑克的场景时 本田似乎相信了在女儿的身体里住着妻子的灵魂